1月10日賽事收埋宅要有 梁家俊其實優達升 但試襲自己是贏勇冠全城 加州明進蘇明倫因為正期三要停賽 報不到1650 結果叫高冬來提早 跑沙田1400米 上山奇寶贏過四次來比1200 文家良說我都不報 要讓路給自己同購的 翡翠劇院樂班借周進來跑 大家好歡迎收看賽馬收埋報道 我是主持世榮 在這個星期日賽事有八場 草地和兩場泥地賽事 其實有些連馬師在安排上 有些特別像剛才文家良那些 其實你會知道他有些馬 可能想收埋不想讓大家知道得那麼清楚 或者換來好的分頭 在安排上可能有些機會更大 不要說他特意收埋 可能他有些認為機會更大馬 就安排了那些 賽職不起眼的馬去試的路程 另外有些騎士因為停賽 譬如何宅耀 或者是蘇明倫 接下來星期三都會停賽 所以星期日可以盯緊他的馬 看看哪些要延遲停賽 或者是要選擇 按到這個訂閱鍵 訂閱我這個頻道 有些什麼收埋報道 才可以用我右手邊 這個堅仔賽馬APP 和大家分享 立即看看 頭場開始有些什麼收埋 我們看到 勇本全勝 其實在試閘 你按堅仔 蓋耀枉職 梁家駿試過泥地閘 都挺漂亮 贏到會贏馬的燈膽精英 也都在後上 都挺悅目的 但他又不騎 其實這隻 九優復出馬 但不是那麼單純 就說他選了這隻 就貼他這隻 如果不是 大家又可以轉台 而他的四班 真的可以和清新動力 春風得二 在虧了部速之下 其實走得近 身後那些三星好運 之後都有贏馬 所以這場是強勇賽職 當然受到傷患困擾 隔了一年都沒有出賽 一操好 立即就博 至於名牌效應 其實都可以佈谷草千二 呂建威當然是讓路 當時是哪一隻 記不記得我星期三 貼了雪戰神區 跑第二 就是讓路的楊明亮亮 其實那一匹都是鬼上身 結果一Q翻 都有一百五十多元 算是挺好分 另外 將一隻馬搬來沙田 希望讓路之後 連這隻都有 換來一個好些分頭 一樣都是何宅堯的 看看他跑得如何 三歲馬進步很多 龍城王將這隻馬 是沒有特別的 在這個 上面 其實在馬迷早晨 我都有介紹過 所以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另外 剛才跟大家說 另外一匹鬼上身 都是藏起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宋敏倫星期三開始 菊草停賽 大家都知道 即是說 加張明進 其實可以報星期三的菊草 不過 高東你說 是你停賽 沒有辦法 唯有張曾經入位 都輸過 略快步速 輸給精彩 飛動最開心 在後面追上來 繼續 不用周進落 沒得用 因為 用蘇明倫走去騎 希望可以靠蘇明倫的騎工 會好像九寶 剛剛菊草推介給大家 可以這樣 憑到騎工贏馬 看看高東來 在十一檔這裡 蘇明倫會怎樣發揮 至於第三場 更加想收買得很緊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場 其實大家看到藍色這匹 上山其保 如果你看回他的統計資料 這匹馬 泥地根本 灑加到爆 1200米 贏過四折 也是他生涯所有的頭馬 四次都是贏泥地1200米 為什麼文家良不報第三場 五班千二 因為他有隻自己下班的馬 叫做翡翠劇院 減分 減到這裡 撕泥地集 沒有東西看 不過不要緊 文家良既然這麼大犧牲 你就相信他 他又借周進落回來 再減榜 難得抽到一檔 雖然泥地檔位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些馬 都不是太難發揮 有一個班底在這裡優勢 所以這隻馬如果好分頭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好了 三隻賽馬收買報道 就講了給大家聽 大家真的要用堅制賽馬APP 有些綠色心心也好 紅色心心也好 好像我右手邊這樣 你會見到可以有六隻顏色選擇 自己喜歡轉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喜歡怎樣投注 也都可以臨場 起碼不是這些收買報道 是你的重心投注 都加回去你的選擇 拖背腳進去 起碼走進來 好像庫存英雄那樣 大家十倍的都算好分 就算買個Pay都不錯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 右邊有我頭像 晚一點 還有其他的報道給大家看 還有信家漢獨贏 賽馬報告 甚至乎夜一點的其他節目 鬼上身或者明天那些 亦都可以提供更多好節目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邊訂閱我這個頭像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賽馬收買報道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